啊 生命电视 一大四大天心 孤独终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猛法讲座 观资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 薄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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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间苦 沙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心是一副 是你 舍粒子是煮发空香 不声不灭不高不尽 不曾路见 时骨空中无色 不手相心是 无言而闭设身影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无明晴 乃至无老四云无老四情 无苦击灭到 无痴迷无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当然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 哪怕点一只香都可以 一只香可以点两个钟头 对不对 那你可以念很多仪轨 但是不在意你说你烧很多 但是如果像这个地方 能够做这么大的功德 那当然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至少我们的心 还是保持慈悲心 只是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那像各位愿意做这么小 也可以像我们都用礼箔包 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个东西也不会坏 然后到时候把整个礼箔包 再拿到外面比较远的树下 然后慢慢烧 大概烧几个钟头就烧完了 有安全 当然如果什么时候是最好 这个整个烟都烧焦了 那个时候最热了 那个时候放一点饼干最香 我只是教各位可以念三个钟头 从骆驼念到马 从马念到蚂蚁这样 因为你就一直羞慈悲心 从老人念到中年 从中年念到小孩 不管他在读书 所以不管他在做什么 凡是在这个世界所有有情众生 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但是各位你要跟他结缘 像我这个人 我除了对人 我天天都会尊敬天上的神 神的力量大不大 神是我们佛教的护法 你人的关系再好 还不如神的力量 神可以 但是你不要说祂是神 我是拜佛的 神是护法 所以像我们一进来 我们护国寺外面有没有一个土地公 土地公中国重要 还没有盖大殿也要先盖土地公 你不要看不起土地公 土地公是这边总管 对不对 就像地方警察 他跟你是直接的关系 所以各位你家里一定要拜地基组 你在公司上班 你那个公司 美国人是老板 他不懂得拜 你拜就好 你也不见得拿个香菜拜 玩一下被开除 你就初一十五拿一瓶饮料 买一个面包 放在你桌上 欢迎公司大厦里面的 土地公地基组 我供养里面的温阿红 请问你会不会加薪水 会不会很顺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特别各位你去酒店住饭店 像我每天都要搬家搬来搬去 住人家的家住酒店 住别人的家都是很久没住过的 经典说七天没人住的地方 里面都有鬼的 因为众生没地方住 他会跑去那边住 他不会伤害你 他只是借住一下 如果有人来了 他就会离开 但是如果住久一点了 还执着 那你就要对他客气一点 所以进去的时候敲个门 供养一点米水 一点点饼干 一点点饼干 你给他放着 你不用闹钟 他也会叫你起床 你也不会断电 也不会断水 晚上也好睡觉 如果你到很多地方 奇怪 晚上怎么蚊子那么多 还在叫你 好不好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学佛要我们尊重万事万物 嗡嗡嗡嗡 点灯的功德你可以嗡嗡嗡嗡很久了 因为一盏灯的光明 这个光明念一下 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无间地狱以上 皆得同见 皆得同见 十方净土 十方净土 点一盏灯 整个世界这个光都可以照得到 所以愿以弥陀河为一 希望所有众生都变成 看到这个佛光 点一盏灯 就看到极乐世界 那往生极乐世界 外表是不是变阿弥陀佛 这个叫愿以弥陀河为一 所以他们都得到了 加持这样祈愿 所以各位一定要用这样来修行 因为大乘佛教 就是希望我们保持一个 念一下 大悲心的热忱 随时随时都有这个热忱 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想纽约这么多人 各位你礼拜六礼拜天放假 老公开车 老婆负责窗户打开 热阿烘 热阿烘 撒水 像我们都带了整桶的水 热阿烘 热阿烘 这早就做完功课了 念了很多遍大悲咒 什么咒 上师的甘露丸 通通放在里面 所有咒语都放在里面 到处去热阿烘 然后这边撒水 儿子撒米 热阿热阿烘这样 你有钱撒坚果 你有那些松鼠快乐 对不对 那你跟每一寸土地都结缘 请问 这个庙绝山两百亩的土地 供养了乃至这么便宜 卖给我们洗尘长老 洗尘长老过去是有没有在这块土地结过缘 所以嘛 这是自然的 我们宏如法师 微信法师 过去有没有在这块土地结过缘 所以他们管的 有没有跟我们结过缘 所以我们可以来享受 来种福田 好不好 请他们这边两百亩 化成一千零八个福田 一人种一个福田 一百零八乘以一万 好了 你就种福田 那个袈裟给你种 好不好 一百零八好像不够 大地要多少钱 所以种福田好不好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 广种袈裟福田 对不对 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心 袈裟一洒出去 整个九华山都塌了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过去没有在这边种过福田 你来不了的 那各位了解如此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杯心 用水 用食物 用声音都可以 就像我在台湾的车子 他们载我 我的车子上面有两个香乳 一开车就点烟共香 车子开到哪里就吹到哪里 每次停到红绿灯 隔壁嘿嘿嘿 你车子着火了 我看你没看到 那是香的 经过隧道 撒米 撒水 隧道里面鬼众生最多了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走到哪里撒几颗米 念一下 嗡啊吼 就撒出去了 佛陀说七颗米 对你人类来讲是米 对那些孤魂野鬼 对麻雀来讲那是黄金 特别你给他念过咒语 变成甘露了 念一下 吃即解脱 喝即解脱 听即解脱 见即解脱 整部车子我贴满了咒语 叫经过都解脱 那个轮子在转 你看贴个 我转不完 四轮的 所有的咒语都啪啪啪啪 比我还认真 车子放出来的冷气水都是甘露水 因为只要你有一个悲心 你知道众生苦 所以你开过的路 就不会发生车祸 这样有没有功德啊 因为你的悲心 你走到哪里 挥挥旗子 甚至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带来 发给各位旗子最好 老公开车 然后你就冲户了 我这样 像昨天我去911 这样一直拿着跑 只要我有市场灾难的地方 我都拿去上回去澳门 故意走错地方 走到人家casino的地方 以前是我造业的 现在是我服务的地方 去去去去 挥一挥啊 希望他们各个发财 什么发财 不赌就发财了 生起他们的悲心 所以我想各位来 金凡飘动 金凡飘动 幽谷生香 曹州有一个大风祖师 歹红周书啊 对不对 曹州 他就是转金凡超度所有孤魂野鬼 因为这里面就是经典啊 咒语啊 所以呢 西藏人特别会挂在最高的山上 叫风马骑 经过的众生都超度了 所以你用各种的方法 用布可以 用声音也可以 用转经轮可以 我这里面多少咒语你猜不出来 这里面是用现在最好的科技 这种胶片 几百万的咒语在这里面 一转一遍 就几百万的观音菩萨化身了 而且用的是最轻的木头 这个适合女人拿 最轻的木头 然后呢 弄得漂亮的咒语 然后呢 走到哪里 你在街上走 谁都会看你 念下来 见即解脱 见即解脱 对啦 而且你在转的时候 所有的恶业都吸进来 这是观音菩萨发的愿 你只要念我的经典 转我的咒轮 所有的恶业它从中间吸进来 所有的观音菩萨的功德 从这旁边的光散出去 这样 这样你是不是在空气滤镜记 你把五拙二世给净化 把诸佛菩萨的功德放光给众生 所以中国人是把经典放在那里 我们叫转经轮 西藏人叫转奏轮 不一样 我们是以经典为主 所以弥勒菩萨 很多古老的寺庙 是会把整部大藏经 放在大殿的旁边 然后转个轮子 大家进来就绕 特别老菩萨绕一绕 你可以再读大藏经的意思 好 各位 这个转经轮的功德 我要带各位念一下 我就希望229页 那各位两个人看一本 如果你没看没关系 听一下 只要你有相信就好了 把佛菩萨的佛号 经典 咒语 形象 磕在石头上 磕在 印在布上 纸上都可以 然后令所有众生都 同享功德 这个力量很大 那各位现在我们把它印成 这么小支的 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带在身上 方不方便 像你们拿了这个黄色的 就跟我这个一样 这里面有 刚刚所有念的 燕贡的仪轨在里面 燕贡的仪轨 白色的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另外一种黄色的是 大随求经 大随求住 所以大家念一下229页 然后你听一下 然后用什么做都没关系 只要能够用你的嘴巴做最好 因为你嘴巴在念经 你的词咒 但是用你的心来转动法轮 你说我手上都没有经轮 都没有法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就在动 你要这样观想 整个大悲咒在转 对不对 然后随着你的心 他就转得很远很远很远 所以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用各种的方法来实践佛法 所以用电灯 所以有出声音的地方给它贴个咒语 有红绿的地方给它贴个咒语 有屠宰场的地方给它贴个咒语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我们把咒语印成隐形的一样 但是亮亮的 贴着看不见 但是咒语在这上面 那这个都是佛经说的 特别认言经 认言咒 各位你要带着嫩言咒 所以我们印得很小 然后希望大家身上带着嫩言咒 带着金刚经 用这个方便来帮助众生 来 229页 我们念一下 转经轮 转经凡的功德 一 整个经轮象征佛之三生的正量与事业 它是最崇高维护 它斩断六道轮回的头身 它清净三种种状态 转动精轮的清净力量 甚至胜过持咒本身 其利益也更巨大 二 精轮分为地水火风四种 其利益之一极 是体现十方诸佛菩萨的所有事业 为了利益众生 诸佛菩萨化现金轮中 亲近所有的恶业和障壁 使我们在政务道上有所了悟 三,在建造金轮的地区 不只是人 也包括昆虫在内的一切众生 都免于堕入下山道 而投生于天道、人道或佛之净土 使自于水金轮 当水碰触金轮时即受到加持 当水进入海洋或湖泊时 便携带了金轮的力量 能净化水域中数十亿的动物和昆虫 五,火金轮是藉由蜡烛或电灯所产生的热气而转动 金轮散发光芒 可净化其所造出到的众生的恶业 六,风金轮也是如此 接触到金轮的风 获得金轮的加持后具有力量 可以净化受到吹拂的任何众生的恶业和战斃 七,人们转金轮一次 其利益等同阅读佛教论障一次 转金轮两次 其利益等同阅读世尊所有的教法 转金轮三次 将清净生与异的污染 转金轮十次 其乃乌即使大量如虚弥山 也都将清净 八,转金轮所获得的现前大利益 四,将免于所有的头痛和瘟疫 将驱除所有的邪灵和邪恶的敌对力量 将摧毁懒污 将摧毁邪灵和干扰者的力量 四天王和十方护法将在四面八方 保护转法轮者 因此之故 转法轮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九,转法轮所获得的究竟大利益是 清净五五尖锥 实不善业 以及所有导致人们堕入下三道之二业 人们将从佛之净土 行至另一个净土 一旦人们在净土的连心中出生 十方一切诸佛的事业将扩及十方 十,供养金轮实证来转动法轮的功德 等同持诵无量赤的咒语 十一,供养金轮顶端的精致源头之功德 在数节之内将圆满积聚财富 十二,借由崇敬金轮的功德 将拥有美好的家庭与聪明清新的心灵 十三,供养金轮珍宝质的功德 人们将拥有圆满的财物达数节之久 十四,供养伟大的轮及其他金帐轮 各种不同的宝石 例如金、银、绿松石、珊瑚、珍珠等 将享有大量的珍宝 且会不断地拥有珍贵的饰品 好,各位有福报读到 那你已经相信了 只是各种形式 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这 像这里面就有十二个经轮 包括佛陀的、耀师佛的、阿弥陀佛的、准提咒、大悲咒等等 那各位可以把这张带在身上 那这个设计有什么话说 你把它放在水里面拆开 它会直接沉到水底里面去 那那个水就可以得到金轮的功德 用过水的乃至那些鱼喝到水的动物 他们就会脱离伤恶道 各位也可以把这个金凡 直接放在你这个水里面 放一瓶水 那里面就有十二个经轮的功德在布施 那另外大片的是大水求众 所以满世间的财富名望地位 而最后不但脱离善恶道 往生净土的大水求众 那用各种的方法都可以把经轮 古时候是磕在石头上 现在的科技这个放一千年都不会坏的 因为它是金属做的 但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可能要先拿下来 本来会逼 但是它不会坏 但是它会沉入水里面去 那当然也会把昨天送了 今天在送这叫守经轮 你挂在手上等于在转动经轮 重点是你要有个悲心 这个力量就大一点 因为戴在你手上 你的脉搏一直在跳 然后这些 这一个就有六个咒语 因为接触到你的身体 那你的身体 所以佛陀说 你在身体摆一个经轮 哪怕最简单的 Omanybe me home 你每一个细胞都是Omanybe me home 谁跟你讲话 谁经过你身边 谁听过你声音 哪还是别人踏到你的影子 都得到Omanybe me home的加持 所以那各位现在最多的就是用手机 所以你手机一定要贴一个 手机一响一拿起来 手机也在利益众生 这叫佛教的意思是说 把不清净的透过佛法都可以转为清净 就像我们出家人还没有学佛以前 烧到盈望酒 学了佛了 变成功德了 变成父母的功德 所以一块布你可以拿去做漂亮的衣服 但是可以把这个布印成金帆 对不对 去利益众生 一杯水你可以拿当作酒 去泡酒 那这个水念甘露咒 大杯咒 药师咒 大垂球咒 那这个水可以变成甘露 米也一样 饼干也一样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各位 学佛是不执着世间的一切 但是你要转化世间的一切变成功德 就像这些饼干 我们今天念完了大家加持 如果够一人拿一包回家好不好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工人 让你的亲戚朋友他不是佛教徒 让他吃极解脱 这个要假 这个方便 所以我想特别在美国地区 这边佛教徒不多 大部分都是其他宗教 但是不分宗教 任何的众生只要死了 如果他成为中阴神跟鬼道 他第一个要求的就是食物 乃至食物的味道 所以对他们来讲食物就是宗教 药物就是病苦人的宗教 有这个意思 所以韩国有个元晓大师很出名 元晓大师很精进的 他跟一位老禅师在修行 有一天有一个老禅师 去外面回来有一只狗被打伤了 快饿死了 然后老禅师给他放在前面念念经 突然就跟元晓说 元晓 这只狗你帮忙助念助念 我看他快往生了 我要去买一点东西 元晓就很认真 一直为那只狗说法念经 念经念了老半天 狗死了 他也不知道狗死了到哪里去了 后来那个老禅师回来 拿着面包 饼干 牛奶 就放在那只狗面前 老禅师 嘿 老禅师说 超度了 他在等这个东西 食物才是他最好的经典 因为狗在追求食物的 你给他食物以后再给他念佛 那这个狗就欢喜了 所以我想你给你一个女人一颗钻石 他就超度了 了解吗 就不用跟他讲太多了 所以同样的这些众生 那天人 什么叫升天 他们喜欢欲望 透过佛法加持的甘露食物 他们喜欢吃 所以每一次在这种食食法会 无责法会 焉共法会 天神都会降临 地方神明我们刚刚都有念了 土地龙神 山神树神 虚空诸神 同享功德 希望大家发起这个大心叫无量心 空性的目的 而不是一种虚幻的 一种消极的空性 万法都是消极的 不起贪嗔痴就算了 那还是个人的 我们的空性是万法都没有单独存在 万法都互相有关系 互相为助缘 万法都是互相依赖了 就像各位现在会玩电脑 电脑的世界就是万法 合为一体的世界 动一根则动全身 你进入网络世界 它是绵绵蜜蜜蜜的互相勾照在一起的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不要有个人主义 如果你要图显你的有钱 图显你的知名度 图显你的外表 那你是很辛苦的 我们只要让自己无我 融入于这个万法 融入于整个世界 然后呢 让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好 就像臭的地方出一朵莲花 莲花可以帮助那个地方进化 所以我想我们的空性是了解 你也讲了 世界以我合为一体 众生跟我合为一体 众生跟我合为一体 心佛众生 一切世界 三无差别 合为一体 所以刚刚讲的用地水火风 用火去做经典 现在人底下点个灯 上面在转经轮 对不对 用你的嘴巴 用纸 用石头 用水 用声音 我们用这些鼓 用各种灵气的声音 目的呢 这个不是卖冰淇淋 因为我们在念咒 我们在念超度的 我们在替它消灾 所以同样一个声音 那这上面刻了多少的经文跟重点 我这一支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多少的祖师摇过一个灵 所以那我才有机会拿到 因为我有这个信心 哎呀 超这个力量很大的 可以去利益众生 念一下 听闻得解脱 所以要用各种的方法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最主要的 念一下 从今以后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这个佛陀叫慈戒 慈戒就是你不去伤害众生 你永远不会堕落而道 至少来世升天 所以只要伤害众生的行为 不是说光五戒 今天我们各位在做生意 你做这个生意 可以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你卖老鼠药 乃至我们像各位很多开餐厅 如果你现在赚钱了 慢慢改吧 对不对 改成素食餐厅 不然至少每天把这些咒语贴在厨房 好不好 这些咒轮让你厨师给带着 因为他们这样端极解脱 他端在手上 接触到他的手这个盘子 这些厨师在抓这只鸡在杀 在抓那些龙虾 那你把他贴在那边 这个光会照着他 所以这个光 只要他灯打开 这个光 佛经有说 一个众生快死了 你把咒轮的光拿起来 让他照得到 他就脱离上二道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贴在高的地方 这个是让他挂在手上 如果你家很方便 你把你的咒轮就挂在有风的地方 冷气吹出来的地方 那就你要利用这些所有的目的 就是要净化这个世界 但是净化世界从哪里开始来 净化我们的心 所以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内心里面没有伤害别人的心 内心里面没有污染的心 什么叫污染的心 那叫贪嗔痴三毒 三毒烦恼 五毒烦恼 各种烦恼 傲慢嫉妒 这些会伤害你 因为一切为心绕 你内心只要有贪嗔痴三毒 那你的身体嘴巴 心态当下就会造恶业 身体会杀身偷到邪淫 嘴巴会骗人 骂人说是非讲妄语 内心又谦谈称慧 邪见 那你就一直在造恶业 所以有烦恼就会造恶业 有造恶业就会轮回受苦 最可怕的是堕落三二道 我们投胎做人 虽然又痛苦又快乐 但是至少有这个痛苦 你才会想要解脱 如果纯粹是天界的快乐 那你就会忘了痛苦 一直享受那个快乐 快乐享受完了 天界的福报完了 就直接堕落第一轨道 很可怜的 那如果你是阿修罗道 什么叫阿修罗道 很有福报 但是很喜欢竞争 很喜欢骂人 很喜欢赢过别人 这个叫阿修罗道 所以人有很多阿修罗道 如果你这辈子很喜欢布施 很会做好事 但是脾气不好 喜欢赢过别人 你死了以后就会变成阿修罗 那阿修罗你就 阿修罗的女人是美得要命 为什么 因为天天跟人家比你美 我要比你更美 阿修罗的男人是身上都是武器 各种的权力斗争 过得很不快的 叫阿修罗道 天道就没有了 天道的女人没有嫉妒心 没有比较心 她们是享受那种欲界的快乐 色界的快乐 这个叫天道 但是无论如何 天道阿修罗道 毕竟还在轮回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 在背策 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痛苦轮回 这个就是生命的道理 那你越痛苦 又没有听闻佛法 那你就越烦恼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去造业 然后又受苦 然后就不断的生死轮回 那这一点 佛陀这个经伦的意思是说 当你一接触经伦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子生死轮回 你就会还灭生死 你就会开始得到佛的加持 就像看到光明了 那你就不会想要去走黑暗了 慢慢他就有接触佛法的机会 所以佛陀要我们走到那里 替人家念佛 诵经持咒 希望所有众生能够种的 这些解脱成佛的因缘 另外还要送给各位一个 念下来 布施蚂蚁的功德 以前有没有读过啊 这个一定要读哦 布施蚂蚁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里面故事很多的 那连小小的一只蚂蚁 都有无量的功德 那何况这些乌鸦 松鼠 鱼 有形众生都得到了 何况这无形更苦的众生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念破地狱咒 为什么 地狱我们下不去 但是咒语可以把地狱打破 而且所有的破地狱咒 都会印在宗上面 寺庙都有大宗 因为一敲 就叫离地狱出火坑 让这些地狱道 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 灵的声音 钟的声音 打破地狱 用各种的方法 再一个是 缅甸传统佛教文化 我记得以前分过 那各位 希望老公不要有外遇 怎么办 送枕头给红卤法师睡 给出家人睡了 然后呢 你的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了 就很简单 妈妈植物人已经睡在老人院 你真希望他赶快舍报 缅甸佛教呢 用甜饭供养佛 妈妈就可以提早脱离植物人的痛苦 所以做生意要发财怎么办 那找一些稻谷 空壳子的骨 塞好整罐满满 塞在你的公司柜子里面 这样可以发财 或是外面放个镜子 或是在门口挂个金帆 这个都是传统缅甸佛教传下来的 我们到缅甸去收集了一段时间 把它印成一份一份的 但是各位呢 你要多看 告诉别人方法 如果你脑部要开刀 脑冲血 中风 你怕这个 种椰子树一棵在寺庙就OK了 如果没办法 买椰子供佛也可以 那减少脑部开刀 所以那这里面写得很好 那这时都有实证的 那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 所以再来最后 我们要发一杯水米给各位 我们赶快念一下 念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来供养寺庙好不好 大家都成为 廟绝山 护国寺 见世功德主 把你名字用铜牌贴在墙壁上 以后你来孙子 那是我阿嬷 对不对 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有钱 阿嬷做布施了 阿嬷现在要么就在 廟绝寺的空中做神 或是在净土去了 所以我想 这个才是永恒的事业 因为寺庙不是个人的 寺庙是大家的 好不好 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特别很多都是从纽约来的 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 纽约的菩萨 特别我们华人 都可以来供修 下回如果福报够 开个店给西方人meditation 因为地方大吧 像来你要带你儿子来参加儿童营 好不好 让小孩子从小 能够接触这种道德文化 佛教文化 那现在发给各位那杯水 你不要喝啊 那里面是甘露水 七颗甘露米 然后我们要念 请翻到21页 所以我把刚刚的话讲完 希望大家 念下来 守持戒律 守持戒律 常行不施 常行不施 护持三宝 帮助贫穷 帮助贫穷 如果你能够如此呢 县世有福报 来世有福报 当然这个戒律也包括 孝顺父母照顾家庭 爱护国家 这都是我们的戒律 那进一步呢 多帮助贫穷者 这些孤魂野鬼 做做私食啊 那你有助人跟升天的快乐 进一步要追求什么 来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那解脱轮回各位叫 消灭贪嗔痴 那消灭贪嗔痴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 念一下 思为空性 因无所住 你有佛教的智慧 了解万法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起心动念的 今天有个小男生找你谈恋爱 哇 好甜啊 他在骗你 那个浪漫好甜啊 哎哟 你又中毒了 你要色受想行 这个感受也是空性 你干嘛去执着这个感受呢 所以各位要把身体的 包括心灵的看清楚 不要去执着这些 最好的方法 思为空性 乃至呢 外表上持戒修禅定 思为叫戒定慧 然后这样去灭贪嗔痴 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佛教的根本目的呢 是要念一下 成佛度众生 成佛度众生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持戒 我们今天持素啊 没有做坏事啊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布施啊 但是我们做 不是为了个人的人天福报 乃至个人的解脱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解脱 大乘佛教直接切入空性 没有一个我好受苦 但是重点在于 大悲心为众生善供 为众生下施 希望众生都跟我们一样 成佛度众生 那佛教不分 就不离开这三个修行 念一下 信音果 信音果 求解脱 求解脱 成佛道 成佛道 那就是这样 信音果 你叫守五戒十善 刚刚讲的 持戒布施 求解脱 那各位叫 失为空性 断餐成痴 那以这个做基本 以这个做基本 去发大悲菩提心 追求成佛之道 布施不再是为了人天福报 布施是为了利益众生 布施是为了断除自己对金钱欲望的执着 所以同样一个人在布施 心态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以一个菩提心来布施 同样在慈戒 慈戒不是让我不会堕落伤恶道而升天 慈戒呢 希望我从今天开始来 不伤害任何友情 你怎么伤害我 怎么骗我 怎么怎么样侮辱我 我都不想报复你 各位要修到这样 你要决定要这样做 我慈戒就是一种非暴力 不管今天你把我杀了 只是杀掉我一个幻化的肉体 成就我的功德 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杀 所以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就算你投胎做一只蛇 投胎做一只狮子 你也都是吃素的 因为你不想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个叫慈戒 然后用慈戒让别人来相信你 以慈戒的福报来供养给众生 所以这个为了要慈悲众生成佛道 那各位叫实践 念一下 六度波罗蜜 来念一下 以菩提心 以大悲心 以空性的正见 以空性的正见 实践不失 实践不失 消除千贪 消除千贪 实践持戒 消除伤害 消除伤害 修行忍辱 修行忍辱 断除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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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精进 修行精进 断除懈怠 断除懈怠 修行禅定 修行禅定 断除散乱 断除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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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自利利他的六度波罗蜜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菩提心 念一下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上平往生 上平往生 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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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得正成就佛道 早得成就佛道 回向娑婆 回向娑婆 普度众生 以苦得乐 以苦得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用这种心态来修行 而且这个心态 不是你死了以后 那往生也不是你死了以后 菩提心是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 佛性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性 那你只要把握如何发菩提心 那你就抓到你的佛性了 你用佛性当下就在净土了 当下就脱离轮回了 但是我们这个虚假的这个身体 那就像木鱼敲酒也会坏 只利用它好好的来解散人 好好的来引导众生 所以我想佛教是一种当下的修行 你要当下一心念佛 当下一心持重 那怀音间告诉我们 念一下 不离菩提心 广修诸行 乃至用菩提心来生活 吃饭 穿衣服 走路 开车 都是用菩提心 开车的时候 当愿所有众生开车平安 每个人都走路了八正道 菩萨道 因为他们在开车 到了这样的目标 也愿意路旁边的花草树木 都像佛的净土一样 你对他们慈悲 刚刚讲的撒干路 在车上放大悲咒也可以 对不对 大悲咒的声音 透过你开车的声音 乃至你身上带了这么多咒轮 你要观想发光 发光 就像一个女孩子 穿了很多黄金珠宝 就是要给人看的 对不对 擦了这么多香水 就要给人家闻的 那我们身上带了这些咒语 带这些念珠 就是要发挥它那个效果 利益众生的 所以感谢身体这个法器 但是不要执着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毕竟会老 会病 会死的 正常的 而且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有些活到六十岁就想死了 有些回到五十岁 姻缘就到了 个人个人的姻缘吧 那是当下最重要了 好 现在最重要了 大家跟我念 一心齐勤 一心齐勤 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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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接引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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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四智 观音四智 引导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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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臣老和尚 洗臣老和尚 历代祖师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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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亡魂众生 引导亡魂众生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怨父母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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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心在主 冤心在主 流产胎儿 流产胎儿 六道友情 六道友情 信愿往生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随我念佛 随我念佛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阿当病医中佛台医师 注射过COVID-19疫苗了后 可以以防感染 抗家当症和希望的风险 目前全世界很多国 都在专业提醒COVID-19疫苗注射率 但是有些国家就算注射率 大大提升 某些人跟希望的人属 안某些人 不能 ganzen same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五次 因为有注射过疫苗 就不注意恒意 疫苗注目 疫苗注射inda对相似的重要性 côngеты nãoу 不管是不是已经注射过Covid-19疫苗 都要够好脆弹、进学施筹、 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继续录制防疫基本工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共同修好健康感 在城市里 有很多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狗 它们会被捕抓起来 等待别人的领养 但如果长时间没有人收养的话 便会进行安乐死 安娜 你真的打算要领养一只狗吗 当然了 我非常喜欢狗的 可是你家里 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宝宝呢 难道你就不怕领养的狗 对它不利吗 要知道它们可都是流浪狗啊 是啊 安娜 你如果真的想要养一只狗的话 应该去宠物店买一只小狗 从小养起才对 你们知道吗 这些狗如果没人领养的话 会被进行安乐死的 而我们领养了它们 便会拯救一条性命的 好吧 安娜 你的心肠总是这么的好 处处替这些可怜动物着想的 安娜 既然你要领养它们 那就选一只比较温顺的狗狗好了 安娜 我看还是选一只小型犬吧 比如腊肠狗 或是鸡娃娃 没错 可千万不能领养那只狗 它看起来好凶啊 众人一起朝朋友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只成年的德国牧羊犬 正趴在笼子里 它的目光一直盯着这三位 哎呀 你们看它的目光好凶啊 三位小姐 你们对这只德国牧羊犬感兴趣吗 它可是一只非常忠诚的狗狗哦 不 不 我们可不要这只狗 它看起来好凶啊 虽然它看起来有点凶 但 它可是一只非常忠诚听话的狗 安娜 这只狗你可不能收养 别忘了你家里 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宝宝 哎 如果没有人收养它 它就只能活到这星期五了 啊 你说什么呢 这只狗 只能活到这个星期五 是啊 它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 按照我们这里的规定 如果到星期五 还没有人领养它的话 它就会被进行安乐死的 也许 大家都不喜欢领养这么大的成年牧羊犬 这只狗 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它显得很是失落 静静地趴在那里面 这只狗 我领养了 安娜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不会 真的要领养这只大家伙吧 安娜 想想你的孩子 它还那么小 你不能在家里养这么一只大狗 放心好了 从它的眼神中 我看得出来 它不是一只胸狗 小姐 您说得太对了 我相信它很快 就会融入你们家庭 你知道吗 这种狗可是非常勇敢的 它们有时候 为了保护主人 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是吗 安娜 我只希望它被伤害到主人就好 这怎么可能 狗都是护主的 难道你没看到电视上的新闻吗 就在前几天 有一只狗 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 被雨伞节给咬伤了 那只狗是人家从小养大的 可是这一只呢 到你家的时候 已经那么大了 要想让它 从心底把你当成主人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只要我真心对它 它一定也会认可我的 就这样 安娜将这只狗带回家 便给它取名叫做小贝 而小贝也似乎很喜欢这个新家庭 很快 它便融进了这个家庭 安娜 你的孩子好天真 好可爱啊 是啊 我们上次来看它的时候 它还只能躺着呢 现在已经能到处爬来爬去了 过不了多久 它就能到处跑来跑去了 那时候照顾它会更辛苦的 没关系 小贝也会帮忙照顾的 小贝 就是你收养的那只德国牧羊犬 你不会要让它帮你看顾孩子吧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小贝自从来到我家后 便和我的孩子格外亲近 而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它 安娜 你怎么能放心 让小贝和你的孩子挽在一起啊 难道你就不怕万一它 伤害到你的孩子吗 我从小就是由一只金毛犬看大的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惜在我八岁的时候 它去世了 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它 所以我相信狗狗 当它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后 就绝不会伤害这个家里的成员的 安娜 可是你想过没有 小贝它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谁知道它都经历过什么 万一有一天它受到了什么刺激 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那又怎么办呢 哎呀 安娜 你看 它这是要干什么 天呐 它不会是要攻击小宝贝吧 你们不要担心 小贝这时发现他的小主人 快爬出毯子了 他要过去帮一把 朋友们听后一愣 然后一起朝草地毯子那里看去 果然牧羊犬小贝 跑到小宝贝那里 然后张嘴叼住他后背上的背带 然后将其放回到了毯子中央 小宝贝落地后 养着脸看着牧羊犬 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们看到了吧 他们经常这样玩 我的孩子乐此不疲地想爬出毯子 而小贝也乐此不疲地一次次将它叼回去 这么说来 他已经完全将你们一家人当成他的主人了 是的 所以有他照顾我的宝贝 我是非常放心的 好了 我们进屋里聊会儿吧 我给你们切一些水果吃 安娜带着朋友们走进了屋子 院子里只剩下牧羊犬小贝和小宝宝在那里玩耍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雨伞节不知从哪里钻进了院子里 他很快便发现了毯子上的婴儿 于是便悄悄地溜了过去 地毯上 小宝贝正坐在那里玩着自己的小玩具 牧羊犬小贝就在他不远处 突然小贝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他急忙警觉地朝雨伞节那里看去 当他看到雨伞节后 立刻紧张地跑了过去 然后挡在了蛇和小主人之间 你这个家伙赶快离开院子 听到没有 蠢狗不要挡路 你给我闪开 要离开的是你 我绝不允许你伤害我家小主人 蠢狗你以为你能挡住我吗 后退你给我后退 然而雨伞节却一下子朝小贝冲了过去 他一下子咬住了小贝的前腿 小贝痛得惨叫一声 接着他愤怒地盯着雨伞节 可恶的家伙竟然敢攻击我 我的腿 我的腿怎么慢慢动不了了 不好 我这是中毒了 不行 必须在我意识还清晰的时候将他赶走 安娜 你看 小贝他这是在干什么啊 是啊 小贝今天的行为的确有些怪 他这是怎么了 我们还是出去查看一下吧 嗯 安娜和两个朋友走出了屋子 此时院子里的小贝显得非常虚弱 他的视线已经模糊 但是却仍顽强地站立在那条雨伞节面前 等着他的去路 他急促地呼吸着 被我咬了三口 竟然还能坚持到现在 你的命可真够硬的 小贝他这是怎么了 哎呀 蛇 这里有一条蛇 啊 这是一条雨伞节 赶快把孩子抱走 太好了 小主人不会有危险了 小贝 小贝你怎么了 快 他被毒蛇咬到了 当牧羊犬小贝被送到宠物医院的时候 已经昏迷不醒 他的头垂了下来 口水顺着嘴角不停地流着 医生 小贝他被雨伞节咬到了 你一定要救救他 这可是一条剧毒雨伞节 他的毒素会引起凝血问题 如果狗被这种蛇咬伤的话 即便注射血清 那死亡率也高达百分之三十 更何况小贝被他咬了三次 啊 什么 他竟然被那条毒蛇咬了三次 天啊 如果没有他的阻挡 那后果真是不甘设想啊 是啊 如果这些咬伤 发生在我孩子身上的话 那可就糟了 医生 是他救了我的孩子 所以庆灵一定要救救他 他体内的毒疫实在太多了 要知道 大多数狗只能接受两次蛇咬 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即便注射大量的血清 也不一定能拯救他的性命 医生 试一试吧 可是要知道血清的价格非常昂贵 而你这只狗 需要注射至少九瓶 保守估计 大约需要花两万美元 两万美元 天啊 这也太昂贵了吧 可即便这样 也不一定有十分的把握将他救活 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他吧 安娜 没有办法 放弃吧 这代价也太高了 不 我一定要救他 他中毒那么深 竟然还有些意识 或许 或许他真的会创造奇迹 就这样 安娜决定竭尽全力救治小贝 但随着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 很快便达到了一万美元 但治疗还没有结束 于是安娜和朋友在网上发起捐款 小贝的英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 短短几天内 安娜便收到了五万美元的捐款 真没想到 几天时间 竟然募捐到了这么多的钱 很多爱狗的人 都被小贝的故事感动了 面对毒蛇没有退缩 而是勇敢地站在蛇和小主人中间 而且 他来到这个家庭的时间 还非常短 是啊 小贝的做法太令人感动了 希望他能尽快地好起来 天啊 小贝他今天精神真好啊 是的 当时他中毒中得那么深 不过好在他现在已经脱险了 这真是个奇迹 半个月后 小贝彻底恢复了健康 安娜将剩余款项捐赠给了动物基金会 希望这些钱 能够救助更多的动物 因为 他们 是我们人类的朋友